北新一计划区现在变在很多人喜欢逛的地方 有很多的游客也指定一定要到那里去逛一逛 所以有很多新的饭店 也有很多新的餐厅 今天我们也带大家了解一下 位在台北101旁的W Hotel 坐远全台最好的景观位置 其中位于31楼的紫燕中餐厅 更是居高冷笑 与101只有支持之遥 每到特殊节日总是一味难求 近期让滔客与某时家们更兴奋的 是W Hotel 特地从香港聘请米其林新籍主厨 余伟金来到紫燕坐镇 为台湾美食舰带来更具国际水准的享受 比如它给我一个空间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每个饭店它给我一种感觉 它都是很时尚 还有可以给这个厨器的很多床作的空间 余主厨入行28年 擅长用创意遍复传统 将西方元素融入中式料理 他的招牌菜金鹿叶明珠 曾经获得2011年香港美食最高荣誉金奖 他带着这道菜来到台湾 成为餐厅镇定之宝 我们以前在香港有可能用的是中国的 但是我现在在台湾 当然是很多东西都是叫台湾的 拿来试试看可不可以 可以是后来试完以后 这个效果还不错 最好的应该是鸡啦 冬天盆啦 那些南瓜啦 台湾的冬瓜啦 那些东西也不错 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革新菜单 大量推出粤菜特长的汤品与海鲜 精选各国顶级食材 以他出色的料理手法 与精致的摆盘艺术 呈现一场视觉与味觉的饗宴 现在看看这个天气 应该是通水了 通水比较好一点 那往后我自己就很喜欢 选择这个凯鲜啊 冬这个料理的 看起来因为凯鲜都是很生鲜啊 生鲜的东西你拿出来 攀调啊是很好的还不错 15岁入行至今将近30年 余主厨曾经带领团队 在2011年时 拿下米其林二姓的荣誉 第一次来到台湾工作 他坦言刚开始有点不适应 而现在下班后 他还会和同事一起逛夜市 香港比较紧张一点 台湾比较没有那么紧张 可以放松一点 自己多一点空间去想东西啊 写菜单啊 创作一些灵感啊 那些东西 美景与佳瑶的搭配 总是令人难以抗拒 以美食文化 齿名国际的台湾 更需要像精致化 与国际化美景 余主厨与慈宴中餐厅的结合 让我们对中式料理 有了更多惊喜与期待 最主要是客人 他们来我们参加吃饭 觉得很开心 客人认同一个东西 师傅也是很开心 今天配成为时尚 我身上穿的就是 Mark Jacobs最新的春夏新装 而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也带您看看 2014年春夏最新的 Mark Jacobs发表会 谢谢您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